未来海洋整片珊瑚礁美景 位在印度洋上的群岛摩里西斯 被封为是天堂的原乡 更是抹香精重要栖息地 吸引大量潜水客朝圣 却引发与金贡游乱象 换上潜水装跟巨大抹香精 超近距离接触 一张张水中美照吸引大批游客 甚至有台湾人组团 主打与金贡游行程 连艺人弹头也抢着体验 不只跟抹香精共游 弹头甚至伸手触摸鲸鱼 但这行为恐怕都已经触法 外交部网站就特别示警 摩里西斯明文禁止 任何人下海与鲸鱼共游 要国人别以身试法 连当地媒体也大篇幅报道 台湾人三个字 不断出现在负面新闻中 就怕打坏台湾名声 台湾人在这方式 他是用一团一团的方式去 所以他来的人就很频繁 几乎每个礼拜都是有台湾人 有船家 他们其实都在关注 他们都知道是哪些国家的人在 所以就是都会被提及 台湾人这三个字 时机点开社群软体 号称六天午夜甚至七天行程 跟抹香精近距离拍美照 但组团的台湾业者说 根本没收到 摩里西斯政府通知禁令 还拿出影片 指使当地旅游业者也推相同行程 质疑吹哨者刻意将国人塑造成 带头犯罪者 那你觉得你没有违法 那你就拿出所谓的下水的permit 那你拿不出来 那你是在带什么风向 我就搞不懂 事实上摩里西斯旅游局 2012年的赏金赏囤条文中 第八条就已经列出 任何人都不得与金鱼 一起游泳或潜水 但没有明定法则 只限搭船赏金 但能跟海豚共游 如今当地政府将推动修法 透过开阀 贺阻乱象 更要保护抹香金群的重要棋息地 近期会许传黄品汉 采访报道